法甲十二分联赛第五,欧冠死亡之组排名第二。巴黎圣日尔曼的情况的确不敢高看。近两场比赛,巴黎圣日尔曼一场未胜且耻辱性的1比4输给纽卡斯尔连。这样的状态让球迷感到担忧。实际上,对于姆巴佩而言,这也不是一个好消息。球队如此低迷,别说欧冠了。他们甚至连法甲冠军都有可能丢掉。 比赛中,姆巴佩神情严峻。他是否在后悔没有选择去黄马呢?如今,情况转变。黄马对姆巴佩的兴趣正在逐渐降低。因为黄马有了新目标。0比0克莱蒙,1比4纽卡斯尔连。巴黎圣日尔曼竞两场比赛的结果让球迷感到遗憾。 惊吓,巴黎圣日尔曼赶走了梅西和内马尔。但他们还是花大代价引进了穆阿尼。 邓贝莱、巴尔科拉、李刚仁、贡萨诺拉莫斯和阿森西奥等攻击好手。 防守端,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和什克里尼亚尔是很好的补充。 但是,即便是这么好的手笔,巴黎圣日尔曼的成绩却是越来越差。 无言以对,姆巴佩对这种局面也不满意。 他在比赛中低头不语,似乎对这样的队伍很不满意。 其实,惊吓是姆巴佩加盟黄马最好的机会。 他可以为巴黎圣日尔曼留一笔不菲的转会费。 自己又可以前往伯纳乌争取荣誉。 但法国球星却选择了留下。 如今,姆巴佩前往黄马的几率已经减少了一半。 除非他自由身加盟,否则黄马大概率不会接纳他。 实际上,黄马对姆巴佩的需求在降低。 维尼修斯可以很好的坐阵走路。 而黄马真正缺的是中锋。 据西梅DC报道,黄马对勒沃库森的伯尼费斯很有兴趣。 他们拟定了一份3000万欧元的报价。 本赛季至今,伯尼费斯发挥出色。 他在出战八场的情况下打进八球并有三次助攻。 如此优异的发挥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。 黄马也在跟进。 值得注意的是,勒沃库森主帅阿龙索是接班安切落地的热门人选。 总的来说,3000万买伯尼费斯显然是少了一些。 别看伯尼费斯的身价只有1200万。 但勒沃库森买进他的时候就花费了2000万欧元。 如今,伯尼费斯打出了名声,他的身价必将飙涨。 当然,这仅是黄马的试探性报价。 如果伯尼费斯整个赛季都能延续好的发挥,5000万欧元应该是合理的报价。 这样一来,勒沃库森一个赛季就可以赚3000万。 双方都不吃亏。 一旦黄马真的挖来阿龙索和伯尼费斯,那么姆巴佩加盟伯纳乌的几率将变得非常渺茫。 唯一的途径就是免费加盟。 实际上,伯尼费斯可不是黄马唯一的目标。 维尔斯以及弗林鹏均在黄马的考察范围之内,两人均是攻击性极强的球员。 其实,在一些黄马球迷看来,姆巴佩不来黄马更好。 因为他的到来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。 包括更衣室稳定以及球队的工资帽。 这都是要考虑的事情。 倘若伯纳乌的大门真的关闭,那么姆巴佩可就真的要后悔了。 因为没有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促成他夺取欧冠和金球奖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